也是蠻敢跟粉絲理直氣壯 沒有在怕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理很直啊 就是一個很正常簡單的舞蹈動作 啦啦隊公酸民重現姨子馬 美前敬愛條款 只願守住罰球 等一下我們團就比較鮮明式 比較美式一點點 雖然我們穿的好像 也沒有穿的很少 穿的很少嗎 可是 哈哈哈 現在進隊友線所以布料出了比較少 迪靖良去年投資500萬 簽下Luxy Girls啦啦隊 2月26號的SBL球賽中 Luxy Girls啦啦隊 乘客隊球員發球時 在場邊直接擺戰干擾 發球之舞被轟根本是牛肉城 擺戰啦 不知道我頂不頂的主題 現在年 一芝麻劈腿都來了 舉頭望明月 低頭私故鄉 好事 好事啊 藍底下的啦啦隊 無所不用其極 一場這個尺度也要注意 叔叔這個影片就造成轟動 我們其實也是蠻意外的 我們其實還是有做很多很好笑的 但是可能大家就 關注度沒有那麼高 之後的表演的尺度 會因為這個就是 是收斂一下還是說是正常發表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應該還是就是會做我們自己想要做的表演 對於網友有個罵的男性說很低屈 然後把球場搞得像牛肉場 因為我們的年齡都沒有經歷過牛肉場 所以沒有那個感同身受的感覺 所以還好就是對牛肉場就是好像上一代的事情 牛肉場是什麼 殺肉的嗎 投資金主理盡量對此提出三點聲明 第一 因為是第一次在球場演出沒經驗 尺度拿捏部分會在剪頭 第二 Luxy Girls啦啦隊成員都是專業舞者 可惜演者無意 聽者有心 零幾毛錢就要被這樣大量攻擊 難免心情會受傷 第三 接下來Luxy Girls會設計更多啦啦隊動作 開放球迷票選 倘若大多球迷都覺得不雅 一字馬動作就不會再出現了 也強調啦啦隊本意是帶動氣氛 要比別人出色就得想辦法贏別人 何況球員老婆都說沒關係了 因為大家看到可能是慢嗎 但是我們收到的都是 拜託你們繼續 拜託你們繼續 也是滿敢跟粉絲理直氣壯 沒有在怕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理很直啊 他們講他們的 但是我們覺得還好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發表自己的言論的自由 剛說你們有過不穿表演過 我們有過貼黑色膠帶跟金色膠帶 只有貼這樣子 沒有穿內衣什麼都沒有 沒有 還找得到 可以大家可以去搜尋 那一套會不會以後球場會用嗎 不可能不可能 你帶我們的新衣服 好像誰的衣服 現在有跟球員長另外嗎 也還沒有 所以目前都是單身 沒有 沒有 應該就是 還有男朋友 嗯 對 誰有男朋友 五個都有耶 球都超free的 沒有 沒有 今天那個條款都沒有 沒有 沒有耶 真的好 想希望我們可以守住每顆法球 哈哈哈哈 記得進場看球賽唷 張賀伯麗麗 我們好想不可以 酒吧 我們好想不可以 我們好想不可以 我們好想不可以